COVID-19全球爆發 普通研發疫苗的時間需要十年 但這回研發COVID-19的疫苗 短短八個月就光速研發出來 立刻開始普遍廣泛的施打 因此被視為是史上研發速度最快的疫苗 但是一支疫苗 沒有經過足夠長的時間的試驗 他對於副作用後遺症的研究 其實都還並不完備 等於是目前全世界大家一起來做超大型的人體試驗 到底目前為止疫苗有哪些副作用 大家常愛開玩笑的講說 如果我反應非常激烈的話 代表我抵抗力很好 我這個疫苗認證的年輕人 然後反之就說疫苗認證的老人 這樣的一個話到底背後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今天的大世界話題 我們就帶您快來看了 好我們首先來看看 最近大家都常常講這個梗 你打完疫苗之後 根據反應不同 然後就自己開玩笑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玩笑呢 方間流傳說 年輕人打完疫苗副作用會比較明顯 那這個背後的道理是說 因為他年輕人的免疫系統比較強 所以你打了一個外來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反應很激烈跟他對抗 所以你就會很嚴重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這個被副作用折磨 然後你就只好自嘲的說我是疫苗認證的年輕人 那如果年紀比較大一點啊就會覺得說哎呀他的免疫系統比較差 所以呢打了疫苗之後反應沒什麼反應喔 所以就會講哎呀我是疫苗認證的老人 但是呢這種開玩笑的話喔 呃這個背後是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這叫破解迷思了 醫生說其實沒有很大的效用喔 呃醫生講 副作用 第一呃跟你的呃這個疫苗的保護力是沒有關聯的 你的反應大或反應小 這個疫苗在你體內產生的保護力呢 其實並沒有很大的關聯喔 基本上都可以產生保護力 然後另外呢就是這個跟你的年紀啊 免疫強弱也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有人說呃這個怎麼好像年紀比較大打 AZ比較沒反應呢 呃他說很可能是因為啊這個疫苗本身 他製作的方式AZ疫苗他製作的方式是 腺病毒的一個製作方式 所以很多老人家因為你呃吃的鹽都比我們這個 吃的飯多嘛 所以呢你當然這個人的一生這麼長 你活了四五十六十歲 那所以呢你在這麼長的時間當中 你可能多多少少曾經感染過一些腺病毒 所以你再感染你就OK沒感覺 所以呢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 並不是說因為你年紀大你的免疫力很差 所以疫苗打進來跟沒事一樣 不是這樣的 是你很可能以前已經感染過腺病毒 所以你打AZ才會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你也不用緊張說 哎我沒有感覺是不是打了生理石鹽水 不用擔這個心 因為呢沒什麼反應的話 但你體內有反應 所以你可能照樣的是有防護力 這醫生來破解這所謂的疫苗認證 年輕人老人的迷思 不過呢我們今天就剛好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聊一聊疫苗各自的副作用 剛剛我們跟大家提過了 其實這回的疫苗它研發的速度很快 大家都急著打 所以呢它沒有給它夠長的時間來驗證它 到底會有哪一些的副作用 所以現在每一個人都是人體試驗者 所以呢都用人體來看看到底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打疫苗的人越來越多 副作用也會不斷地冒出來 有的人這樣有的人那樣然後呢藥廠就開始根據大家的一個回報 然後開始來講喔可能有這樣的情形 那樣的情形是不是因為疫苗 好我們來看看現在主要的這三種喔 AZ莫德納跟輝瑞BNT 它的副作用的狀況呢 共同的都有這一些 比如說你打的地方會痛痛的 肌肉有點痛 發燒頭痛頭暈 然後你會覺得哇整個人好像很疲倦 會有一點怕冷 然後噁心心跳加快 這個是比較共通的症狀 但是呢不同的疫苗它又有一點點微妙的不同喔 比如說像AZ 剛提到了AZ它是用腺病毒的一個原理做的疫苗 所以呢這個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可能多少曾經感染過腺病毒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呢打AZ的年輕人 他就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反應了 特別是在第一次打疫苗的時候 他的反應會比較劇烈 再來呢就是小數人會出現血栓的狀況 那出現血栓通常呢也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 比較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但是他是極少數了啦 那另外我們來看像莫德納跟輝瑞 他們同樣都是mRNA的一個方式 所製作出來的疫苗 所以他們的一個狀況也類似喔 他們都是打第一劑的時候 還好副作用也還非常輕微 但是打到第二劑他的反應就開始劇烈起來了 那我們看通常呢他是在55歲以上 比較會出現副作用的狀況 然後呢這個莫德納曾經回報的是 有些人出現了心肌炎 但是呢其實他的數據現在的看起來的狀況 也是非常極少數 另外呢在輝瑞BNT也回報曾經出現心肌炎跟血栓的狀況 而且是在65歲以上比較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特別又是在第二劑之後 所以呢普遍總結來講喔 這個AZ呢好像是年輕人比較會有一點副作用 那莫德納跟輝瑞呢可能就是年紀大的比較會有副作用 而且是在第二劑之後了 簡單來講是這樣 那到底呢不同的疫苗不同的副作用 對於他的效用來講 有沒有不一樣的一個狀況呢 帶你快來看 要注意底下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如果出現的話就直接去急診 疫苗了以後 他產生免疫反應的時候 免疫系統就會被激活 那就是免疫系統在兩邊的地方 就是因為免疫系統被觸發而有所反應 導致人體出現各式各樣的副作用 根據統計 無論哪種廠牌疫苗 超過百分之五十都會出現全身疲倦 或全身肌肉痠痛 到了接種第二劑後 比例還會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 如果再細看疫苗廠牌 AZ疫苗在第一劑後就會出現明顯副作用 可能包含注射部位疼痛 或者肌肉痠痛 倦怠感 頭痛 胃寒 甚至發燒等等 至於輝瑞和莫德納 則是在第二劑打完後更明顯 但無論哪一款疫苗 施打出疼痛的機率還是最高 達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我們的肌肉反應 而這會給我們這些基本的症状 像瘋癢 痠癢 頭癢 不過歐盟最近有回報 腿泡和紅色秋疹的多型性 紅斑症狀 還有人接種後 罹患急性增生性腎小求聖炎 或是腎病症候群 導致眼周 腿部浮腫長大 胸腔肌翼等症狀 然而無論打何種疫苗 普遍而言所有副作用 較少看到在高齡族群身上 但接種後立即死亡的案例 卻大多數則是老年人 或是有顧疾人士 不過專家一再提醒 副作用顯不顯著和年齡大小 到底有無直接關係 至今其實仍未得到科學背書 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最近則有發現 施打莫德納或輝瑞的12到39歲民眾 仍有0.00126%的機率引發心肌炎 不過專家有指出即便誘發心肌炎 症狀也都偏輕微 大多數人接受治療後很快就能康復 只是醫師仍建議 不管打了哪種疫苗 一旦出現心跳改變 呼吸急促 喘鳴 嘴唇 舌頭 喉咙 臉部腫脹 麻疹 噁心 嘔吐和腹痛等 罕見的過敏情形 還是要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至於打完疫苗 卻沒出現任何症狀的民眾 也別擔心 該有的抗體效果不減 3D新聞傳到不懂